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化时代人物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台湾 在过去65年以来 在全集 在全世界拿到最好成绩的一位主角 他是谁呢 我赶快来介绍 他叫做赖祖恩 他已经拿到我们奥运资格的门票 祖恩你好 曾大哥你好 好 非常欢迎 那另外呢 祖恩这个这样的花朵 是什么样的泥土栽培出来的 就是他的教练罗尚策 罗教练 教练 教练 教练你好 你好 你好 欢迎两位 今天来讲我们的节目 那刚刚有讲说65年以来 这要介绍说到底有多困难 我们是在1958年 有一位张罗浦 他在东京亚运男子75公斤级拿到金牌 到了1970年 有一位陈城仁 他在曼谷亚运51公斤级摘下铜牌 从此我们亚奥运的全集 从来没有拿过奖牌 65年以来 祖恩在这个杭州亚运拿到了银牌 因此取得奥运的门票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困难 这个祖恩 是 拿到奥运门票的时候 有没有庆祝一下 当然有 有啊 怎么庆祝 我比较开心的是 可以带着教练一起去打奥运 因为这算是教练他以前 从未达成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希望 我可以帮助教练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带教练一起去打奥运 感恩有这样的教练 教练 那时候拿到奥运门票有多欢迎 拿到奥运门票 欢迎可以说 很爽的心愣 多爽呢 就是比跟生活牛一样开心 好好 很开心很开心 OK 这个65年的最佳成绩 其实是一种一场坚持 那在杭州亚运 祖恩啊 击败了中国的拳王 他叫王向阳 因为在中国是主场 所以现场有两万个观众 一面倒 支持中国的全网 但是那一场主恩赢了 我们要来看当时 我们难得的一刻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教练 你是变的那个 你重点 你不知道那个画面 有多么的让人兴奋 你比祖恩更激动 你知道吗 这是杭州亚运吗 对 体育馆里面 体育馆里面 然后那个在 里面哟哟求那女生是谁 那是澳会过期的一个随行记者 他利用他的手机去摸摸 上传他的软体我看到 原来我 他不记得我做这个动作去了 很兴奋 我来这样我就把他结录下来 对啊 那你为什么那一场那么兴奋 因为那场就跟祖恩下达了一个 一定要必胜 然后第一回是我们赢 第二回是四比一输 第二回以外经在看这怪怪 我感觉怪怪 可能是 我的角度可能采盘有些问题 但是 第三第二回合的休息我主人说 一比一等于是一比一的赛事 第一局贏第一局 第三回合就是放手一步 因为你这场也没放下来 你就是没后一场 你连当摆 连奥运门票 连摸都摸不到 所以跟祖恩说就放手一步 然后在宣判的时候 因为第一回后 第二回后 我可以看到 台下有一个monitor 有一个萤幕可以看到比数 对啊宣判之前我们看不到 那时候就很紧张啊 我去祖恩的RAID那个R的车 我就赢得很快了 RAID 就是红色的 穿红色的 我都很爽的 很兴奋的 然后就有下面那些动作 所以这场就是决定 还能不能拿到奥运资格门票的一战 作为最重要的一战 关键的一战 是 那祖恩当时因为一面倒的两万个观众 这个像中国地主选手加油 你会怕吗 应该说 其实从去 亚运前的这个比赛 其实心里面的 其实一直都没那么稳定 因为 也是准备了很久 这个比赛 所以其实心里面都很紧张 然后 可能每一天都没办法好好地睡觉 所以在应对每一场比赛前 我都会很紧张 对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心情 但是 我们中心有 那个心理辅导师 对 心理咨询师 然后就是 有长期的 为我做那个什么 一个规划 心理的规划 所以让我在比赛 才可以那么稳定 对 紧张 紧张 王向阳是很强的选手 14亿人选出来的选手 是 那你比赛前 会不会看看现场 哇 观众那么多 其实没有很在意啦 对 因为我 更在意的是在 我比赛的当下 要怎么样去执行 每一个比赛的战术 对 对 对 是哪个高练头头说 第二回合 你觉得那个判决怪怪 因为 我们中央队 每次都比赛吃过门盔 这个 不好的记忆 就会 担心发生 尤其是 那些关键的比赛 因为 有贏的机会 拿去门票 然后 就會担心 他们有一些 小动作让这一场比赛翻船 很欢乐 很欢乐 对 吃过什么闷亏 就像我们之前 2016年 我们的女子拳击 在 大陆 秦皇岛那边比赛 也是奥运资格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 做孩子 活生生就被做掉了 对 女生就被做掉了 很明显 啊 这就是我心里 很欢乐的一个店 对 然后 赛前 我也知道 陈阿哥说一个很差别的事情 赛前 那天是10月1号 中国 你是说这一场 是2016年 那四场那一场 大方向发一场 那一场是他们的 国庆日 我在我的Facebook留言说 我要让他的国庆日一号 都记得他辞到台湾人 啊 结果 我有一个朋友 他要走国际体育事务 然后他在 很高阶的位置 他说 教练 你这个可能要收回 不然你也可能被消失 因为我有说到 为你上一些 一些相关的文字 然后我就 因为他在说 我朋友在说 我又不太在意 可是他走在 国际体育事务的 内部核心人员 他都说 我就想说 好吧 我就把它回收吧 所以 所以我会很怕 这场 会因为一些小动作 又扁拌 然后获胜了 举手了 哇 就整个压力就释放了 真的 那你说2016年 那个女子被做掉 那个是怎么被做掉 就是 就是贏了一个 一面倒的过程 对 然后当然 但他们那一场 我的印象里面是 因为他如果贏了 我们就会队到中国队 所以他就像我们 不在队到中国队 那我们做掉 所以他就会遇到 我们的选手 对 那我们一面倒的赢 他怎么做掉呢 他 会不会去跟裁判疏通啊 怎么守法 很多守法这个 可能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哦 天啊 所以说 你世界全种 被国际奥会给排挤掉 就是因为 裁判不公 跟财务不透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对 那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说 那这样这种国际赛 那我们赌到赢 我们是不是要赢很多 才有可能赢 是的 因为如果你要2016年 那个女生被做掉 一面倒的赢 都还没赢 是的 因为毕竟 我们的 男人的水准 在之前算是落对 所以抽槍抽起来 拆盘 我们都会有一些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先入为主的观念 你如果有中队就是 6比4 7比3 所以 我们现在中队 爬起来了 他们可能就会想办法 用一些他们所的方法 手法 帮我们 挡在 挡在门外这样子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个是在中国比赛 有可能被做掉 如果不是在中国比赛 不是在中国比赛 可能 比较不会有这么 这么 做得那么 做得那么详细 对 对 행 不 我 你 不